印度因為現在常常都有餘量情節 說中國大陸造出來 我們也能造得出來 哎呀 這個我們都14億人口大國嘛 現在來看到是印度也要生產i16 但是有很多網友說 怕這個味道太重了 開玩笑這樣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可以看到其實中國大陸的能量很強 因為中國大陸是可以發現說 i16你要在9月時候推出新產品 中國大陸迎戰i16有什麼呢 華為也來啦 但是華為被說不是MAD70 而是三折螢幕的手機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看到余晨東天天啊 常常在修它的三折機 所以就發現說也許呢 這個要用三折機對抗i16 講到i16我還是要講兩句話 因為i16在印度生產嘛 對 說印度要在那邊生產 是啊 然後是哪一家公司來幫他生產 有沒有很有可能是富士康 對 非常有可能 很有可能是富士康嘛 那我們都知道富士康 已經悄悄的又遷回了河南 對不對 河南的鄭州 然後這個也上了國際新聞版 對 很多人就去問這個富士康的這個老闆 說當然不是郭台銘嘛 問他們的老闆說 那你人家說你為什麼要遷回富士康 遷回河南 是不是因為印度的做得並不好 良率不好 良率不好 當然沒有啊都一樣啊 也就是印度的蘋果電腦 跟中國所做的蘋果電腦是一樣的 是嗎 那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 那你回來幹嘛 對你回來幹嘛 如果是一樣的話你回來幹嘛 那印度的土地更便宜 人工更便宜 然後那你理論上講 那如果品質都一樣 你就應該繼續在印度就好 那好的話就在那邊就好 對那你回來河南幹嘛 你當初就是因為印度說跟你招手 然後你就跑掉了嘛 你就去河南而去 然後你就跑去河南 跑去印度了 那你現在要從印度跑回來幹嘛 我們就在問啊 那你回來幹什麼呢 印度如果跟你生產製造出來 都一樣的話 那你應該在印度加強投資啊 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可以賺更多啊 它土地更便宜啊 人口更便宜 所以你的成本應該是更低 你可以賺更多的錢啊 那你回來幹什麼 我們這點我們還是不得其解 就不懂啊 那但是問題就在於 那消費者他們就是不喜歡印度的嘛 對 那你給我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消費者就是不喜歡印度 難道消費者錯了嗎 你要指控消費者錯了嗎 你要指控消費者認為 我就是不要made in India 因為它的瑕疵品 它的故障率太高了 你在指責我們的消費者嗎 是 站出來說話 我們很想知道 你是不是指責消費者 說消費者說印度 是這個品質不好 是錯誤的 那個消費者 隨便指控印度 指控你 這樣不對的 你應該去告那些 控告的那些消費者嘛 是 但因為大家都會說 如果說知道這個手機是 Made in China 還是Made in India呢 我也會看一下啊 如果說這是Made in India 我不要 拜託 我要那個中國大陸 那美國你應該 對 美國人應該用的是Made in India 對 那你就用India就好了 為什麼你的India 你跟我們解釋一下 你印度製的到底有沒有 賣到哪裡嗎 美國佔大宗還是不大宗 因為既然是一樣的 美國應該是要賣大宗嘛 對啊 如果有美國的網友 告訴我們啊 你們買了不買得到 Made in India的蘋果手機呢 還是呢 還是是Made in China的呢 尤其是 這個印度就被說呢 品質 真的有一樣嗎 一個問號啦 那不管怎麼樣 中國大陸這個製造呢 是全世界最強的 那你現在打呢 打不打不倒啦 華為有三折機跟你對幹 更別說呢 財新雜誌公布 科技50強 中國大陸公司 華為第一名 BRT 寧得時代 阿里巴巴 騰訊 跟小米這前6名 還有呢 打不倒的 還有中國大陸也可以反手打你 也就是什麼呢 來看到金融學報提到 中國大陸管制呢 半導體原物料出口 所以呢 西方的晶片生產陷入恐慌 西方企業在哀嚎好疼啊 因為呢 98%的加 還有60%的折呢 是去 是在中國大陸造的嘛 那更別說 我們最近提到 還有鐵啦 還有石墨等等的 我們來看下一張光是加呢 最近 它的價格就暴漲 那這個呢 是呢 這個 在歐洲 你看漲成這樣 那中國大陸也是有漲 但是你歐洲很疼啊 這當然是反映出了一個現象 就是中國大陸可以反制 可以咬你啊 大陸是這樣子 因為 我們追求公平嘛 對 我們追求在 WTO的光價下嘛 如果你這個國家 你如果對中國大陸 採取歧視性的行為 那中國大陸對於你這個 對我採取歧視性行為 我就會站在國家安全的理由上 我的這些產品就 說要出口到你那邊 我就要去好好的調查 看有沒有影響到國家安全 像韓國的三星 它的一些設備 如果要影響到中國大陸 說不輸給 不輸出給中國大陸 那你的 要獲得的半導體的原料 可能就不容易了嘛 你日本也是如此 台積電也不也是如此 歐洲也是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就將心比心嘛 你們本身要採用 這種歧視性的行為 然後這個不能賣給大陸 任何不能賣給大陸 那大陸沒辦法嘛 我們也只好自保嘛 那也就是說 那就到你那邊 也限制一下 到你那邊也限制一下 這禮尚往來嘛 很合理也很正常 所以當你覺得你 盛氣凌人 因為你要追隨美國 去對中國大陸的華為 不客氣 不禮貌 或是對中國大陸的 所有的產品 那麼採用打壓的話 那中國大陸的政府 當然要跳出來 說對不起啊 我不會允許你們這樣子 去對待我的企業 對 我要保護我的企業 所以我中國大陸 就我能控制的 能掌控的 站在國家安全的理由 我們就對於某些產品 我們就不能夠輸出 像T其實是很合理的 對 為什麼 因為T中國大陸的 消耗量太大了 是 T大量的用在 這個太陽能電板 而太陽能裡面 中國大陸是佔 最大的出口國 所以大陸在這個部分裡面 當然不能夠再把T 一直賣到國外去 為什麼 因為自己要用 對 自己的太陽能要用 那當然就不能夠 一直這樣賣 因為大陸的存量 雖然是世界第一 但是也不過佔30%而已 佔三成嘛 可是它卻滿足全世界48% 那這個就不合理了 對 所以當然 而且這種東西 你在沒有找到替代品之前 如果一旦消耗完了就沒了 那當然要保留好嘛 而且它又是用在 軍事科技方面重要的原料 因為它是一個 一個 阻燃 阻燃劑嘛 所以在這個部分中 當然要把它好好的掌握 而且不要讓它 這樣快速的流失 消耗完了以後 中國沒有了怎麼辦 對啊 其實T是很重要的一個 金屬的工業位置 尤其是 美國 你們這些西方國家 剛好就都沒有這些T 因為第一大強國 包括俄羅斯 中國大陸 中亞這些國家 你美國就沒有 所以美國真的以為說 它可以掐住全世界的供應鏈等等 逆全球化 你真的不要忘了 美國也不是全世界都 什麼東西都很強的 有些關鍵的這些元素 其實也不在你手中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 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謝謝 謝謝 謝謝